全台三級防疫警戒出門口罩都要戴好 可是台南這位阿伯卻說什麼就是不配合 事情發生在21號晚間10點多 全身酒氣的阿伯來到新營這家鐵板燒店 店員看他口罩沒戴好 好心提醒 沒想到阿伯竟然開始大呼小叫 阿伯不只大聲講話 還咳嗽挑釁店家只好報警 沒想到圓警到場阿伯還是我行我素 甚至對圓警洞出口 只是阿伯拒絕戴口罩 不配合警方的囂張行徑 終究得面臨法律制裁 除了帶回警局保護管束12小時 台南衛生局也將開罰 有關感染者未戴口罩的部分 警方收證以後 以警衛生單位採取 根據了解 酒醉阿伯隔天酒醒 才知道自己闖禍不斷道歉 警方也呼籲民眾自律 戴好口罩不要被罰了才後悔 TVBS新聞顧守昌台南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